徹夜未免 英文怎麼說 其實我們有教過 像是你整天 整個晚上在船上翻來覆去 我們叫toss and turn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但我們今天看的是另外一個片語 大家好 我是Paul 走一到走五英文一起讀 來吧 我們就直接跳進故事裡 這個人說 I go to bed drunk most nights Because my wife snores like a goat Getting smothered with a pillow If I don't booze it up and pass out I don't sleep a fucking wink If this continues I'm going to need the AA 句點結束 好 我剛剛這邊念的有點小卡 但沒關係我們再讀一次 那這裡我們也另外補充一個文法概念 就是如果我們說 我做什麼什麼事情 是在什麼的狀態下 那個狀態 當然你可以想像這個形容詞 對不對 因為修飾我的狀態 那這個狀態的形容詞 其實往往跟在你的動詞後面就可以了 OK So I go to bed 這句話其實已經結束了 就是我上床睡覺 那我的狀態是喝醉的 所以你只要再補一個drunk就OK了 我們就稱這個叫主次補語 So I go to bed drunk OK Most nights 大部分 所以幾乎每個晚上他都是喝醉的睡 那是因為他耗酒如命嗎 嗜酒如命嗎 不是 他解釋的原因 Because 因為他老婆 打呼打得跟個山羊一樣 而且這個山羊仿佛是 被一個枕頭給悶死的山羊 所以你想像一下 一隻山羊在那裡 你拿枕頭想要去悶死他 然後他就會 那他老婆的打呼聲就是這個狀態 OK So because my wife snores like a goat getting smothered with a pillow 所以後面 我剛剛有斷了一下 其實應該不要 這一整個都是在講goat OK So my wife snores snore就是打呼 OK 再講一個字 就這個字跟鼻子也很有關係 snort 他也是動詞 snore是打呼 snort是 這樣子吸那個東西 那為什麼有人會 這樣子吸東西呢 我就不解釋了 OK 你在電影裡跟影集裡 應該也看過 他們會 什麼時候會用這個動作 來吸東西 這樣子 OK 那也不一定是單個鼻孔 你也可以 就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也是 所以這是在表達不屑的時候 你跟我說 我買了一個什麼東西 很棒 然後我聽了就 OK 這樣 這個也就是 snort 這樣子 因為這跟打呼還是不一樣 因為打呼是 不同 我只是 這樣子 好 anyway 示範的很白癡 來 So because my wife snores like a goat getting smothered with a pillow 好這裡OK了 所以老婆打呼的跟山羊被枕頭悶死一樣 所以這個smother就是把誰給悶死的概念 所以這個字很有趣 是mother這個字加一個s在前面 然後他常常是被動的 因為是被悶死這樣子 好 pillow沒問題 好 所以如果他不把自己灌醉 然後灌醉到整個昏食過去的話 我就整晚不能睡 right 他就整晚不能睡 so if I don't boost it up boost這個字就是酒 其實 你有沒有想 wine liquor什麼鬼的 boost這個字就是統稱 這樣子 so if I don't boost it up and pass out 這個pass out也是一樣 他就是喝到爛醉掛掉這樣子pass out I don't sleep a wink 所以這裡講的這個sleep a wink 基本上是不能用成 那個就是非否定肯定的用法的 我的意思是 你如果整晚沒睡 你可以說I didn't sleep a wink 沒問題 可是你如果倒過來說 我整晚睡得很好 你難道可以說I slept a lot of winks嗎 沒有這個說法 OK 所以他只能用在否定的內容裡 所以你整晚沒睡 I didn't sleep a wink wink這個字一般來說是眨眼 OK 眨眼wink 那為什麼睡覺要眨眼 反正這個典故我也不去深究了 我就是知道這個片語是work的就是了 所以有時候學英文對我來說 仍然抱持一個不求聖節的態度 好 anyway 那他下一句說了 如果我還是得繼續這樣下去 就是喝醉了才能睡著 因為老婆打呼的很誇張的話 我就會需要AA了 so if this continues I am going to need the AA 什麼是AA 就是那個戒酒會 匿名戒酒會 我們介紹過很多次了 叫做Alcoholic Anonymous 那你看在外國人的觀念裡面 這個字是連寫出來都不用寫出來的 他只要講AA 全部的人都知道是什麼 所以這是一個文化性上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你只要講出這個acronym 或者這個字應該叫abbreviation 因為念不太出來 大家都知道是什麼 總之是這樣子 好anyway 所以這第一個故事 我們就已經把題目破掉了 徹夜未免 就叫做Didn't sleep a wink ok 好 那我們剛剛 我說的另外一個 在開頭的時候講toss and turn 這個可能比較類似翻譯成輾轉難眠 因為你就翻過來翻過去 把自己像一顆球一樣 拋起來轉 拋起來轉 toss and turn 好啦anyway 來 下一個 I'm a dad of three grown-up daughters and each of them secretly say to me I know I am your favorite and I always tell them yes but don't tell the others 這故事好可愛喔 so adorable so adorable 來 他是一個三個成年女兒的爸爸 他講了這 他有三個grown-up daughters 所以這裡有grown-up應該要加一個hyphen ok 所以他是三個女兒的爸爸 而三個女兒都已經長大了 I'm a dad of three grown-up daughters 那這三個女兒呢 孩子跟小孩子一樣的脾氣 and each of them 所以這三個女兒每一個各自 都會偷偷的跟我說 爸爸我知道我才是你最喜歡的 對不對 right each of them secretly say to me 秘密的跟我說 I know I am your favorite 我知道我是你最愛的女兒 三個都非常有自信這樣子 那這爸爸怎麼反應 你看這不是很艱難的一件事嗎 right and I always tell them 我就說 他怎麼說呢 yes 但不要跟其他人講 所以爸爸就會對每一個說 對啊 你就是我最喜歡的 可是不要跟你另外兩個姐妹說 這樣 所以爸爸就用那種欺瞞的敷衍的態度 把這個東西糊混過去 但我認為這是非常有智慧的事情 OK 所以我們這邊就或許多補一個文法 就是這個the other的用法 好我們有講過 但是這個複習應該是蠻重要的 很多同學搞不清楚one跟another跟others跟theothers 這幾個的分別 來很快說一下吧 我就用手指來比好了好不好 因為我試著用鉛筆原子筆之類 我發現在手上拿來拿去反而很麻煩 我就用手指來比 一個就是one 另外一個叫two嗎 沒有我們有時候 所以我現在只有兩個的話 這個是one 另外這個就是the other 因為他就是剩下的那一個 那如果三根手指one 中間這一個我們可以叫他another 因為他還不是最後的那一根 而最後的那一根才叫做the other 所以我們先得到一個概念 就是剩下的那個全包的那個剩下的總數 不管他是一個或者超過一個 我們都可以加到the other或者複數 對不起這個我不知道 我這樣講你聽不聽得懂 但我們再用手指再說一次 如果是兩個one跟the other 如果是三個 這個是one 中間這個可以是another 最後這一個還是the other or或者 如果說我們把這個one算是一個one 另外這兩個group起來的話 所以這個看起來是不是好像又是兩個而已了 只是這個兩個的另外那個單位裡面是包含兩隻的 所以這個還是one 這個我們可以叫他the others加個複數 或者可以叫他the other two 所以這裡就好幾個說法了喔 好我們再說一次三根手指的時候 第一根是one 第二根如果跟其他都拆開的話叫做another 最後這一根因為沒剩其他的了 他叫做the other 或者把另外把兩根並在一起 這個還是第一根還是one 另外這兩根因為被並在一起成為一個單位了 我們可以叫他the others 或者叫他the other two也可以 OK 目前沒問題齁 好那如果今天四根手指的時候怎麼辦 第一根還是one 第二根可以叫another 第三根還是可以叫another 所以中間這個another可以無限增加 直到最後一根就是剩下都沒有了 剩他而已了 所以他還是可以叫他the other 那同樣的我們如果把這三根並在一起 第一根還是one 這三根我們叫他the others 或者the other three也是沒問題的 OK 同樣的五根六根繼續接下去都是一樣的 第一個是one 中間的那些根都叫another 最后那個叫the other 或者我們如果把 你看我這四根我還可以再做一個分類 第一根是one 第二根是another 剩下兩根把它group在一起 他們就變成了the other two 也可以叫他the others OK 所以如果你先跟我要一根手指頭 can I have one of your fingers sure here you go here's one of my fingers here's one can I have another one sure ok I'll give you another finger of mine here's another finger 那我剩下 假如我天生沒有拇指好了 我就只有四根 那你把我剩下兩根一口氣要走 你就說OK can I have the rest can I have the other two yeah so they are the other two 你就知道總共就四根了 OK 所以回到剛剛那個女兒的概念 總共就三個女兒對不對 一個女兒來說 爸爸我知道我是你最喜歡的 爸爸說對 但你不要跟其他人講 其他人是誰 剩下那兩個 是another嗎 不對 因為那兩個就是剩下兩個 沒有其他的啦 所以另外這兩個女兒叫做 the other two 或者the others 這樣懂概念 好 我們現在唯一沒講到就是 這個the others 有一個the 那有沒有狀況是不加the的呢 當然有 就是我們不知道總數的時候 不知道總數的時候 OK 例如說 我現在住西門町嘛 那這邊有個很大間的uniqlo 那人來人往的對不對 那假設我在這個uniqlo的門口放個屁好了 然後你聞到了你覺得很臭 然後你就罵我說 你怎麼可以不顧你身邊其他人的感受就這樣放屁呢 但聞到很臭不會覺得很丟臉嗎 right 那所以你的說法可能就是 how can you be so selfish and not worry about the feelings of other people in the neighborhood之類的 OK other people around you so who are these other people I don't know 你身邊正好經過5個人 those are the other people 你身邊正好經過了10個人 so those are the other people OK 那這兩個都有確定的數字 OK 那如果總之你數字是不知道的 你那個the就可以丟掉了 大概是 好 所以這樣就是分別了 好 我們講完這個就趁勝追擊再講一個故事 跟這個還是有一點點關係 我們剛剛講了半天都有就是用the other 這個the這個定管詞 可是有沒有可能不是這個the 而是別的所有格在前面呢 有的 OK 這個就是我們以前上課的時候沒有講到今天的這個額外的例子 所以其實雖然說我們都重複這些觀念 但是裡面還是有新東西的 包括現在下面要講的 馬上跟上來這個故事 這故事說的就是 my ex-husband cheated on me 酷 先把它讀完 when I divorced him he told me I was too ugly to find someone else and that I would be alone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the next day I fucked one of his friends the day after I fucked his other friend 句點結束 好 我們要看這裡的重點是什麼呢 好 第一個句子先把很快看完 就是我的前夫啊 總之就是 cheated on me 就是 我差點講紅心出槍 紅心出槍男生版是什麼 但不管了 總之我老公偷人這樣子 所以老公偷人這樣子 那當我跟他離婚的時候 when I divorced him 他告訴我 說我實在太醜了 醜到我絕對不可能找到別人在一起的 那我這一輩子就要孤單了 so I was too ugly to find someone else and that I would be alone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所以這老公說話說得真是刻薄啊 隔一天 這個我們假設這是個女生啦 所以隔一天呢 他就去搞上了他的其中一個朋友 I fucked one of his friends one 再過一天 I fucked his other friend 所以我提一個問題 他老公總共有幾個朋友 how many friends does the husband have 答案是兩個 這老公笑人家說你絕對找不到人 跟你共度一生 你會孤老 結果這老公自己本身 也不過就兩個朋友 你在屌什麼 所以這一片的笑點 我覺得還不錯 所以I fucked one of his friends 當你看到one of his friends的時候 你是根本不知道 他總共幾個朋友的 因為這裡透露不出來 可是他下一句說的是 I fucked his other friend的時候 你看到這裡這個other 你就知道 就只剩另外那一個了 所以這裡的his other friend 原則上去跟the other friend 是一樣的概念 只是把the的定觀詞 變成了所有個his而已 OK 所以這裡的文法是非常清楚的 這老公其實也是一個很可笑的 只有兩個朋友的人 有什麼好臭屁的 好了anyway你懂了 OK 好 所以這個例子我覺得還不錯 正好能補充到 我們剛剛講完了 這個one跟another 跟the other others的這個概念 好那懂了就好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對你是有幫助的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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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